污染你一辈子 然后有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生病啊 得癌症啊 来来来 会会会 有没有什么神通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 然后一票人 游览车叫叫叫叫叫叫叫 大家都通通 哇 几万人 哇 这个大法会 然后呢 大家都骗得稀里哗啦 你不去还没事 去了回来惹了一大堆魔鬼找你 所以各位 这很重要啊 你去接近任何一位法师 或是讲佛法的 如果他说他是什么神通啊 观音菩萨啊 骗你啊 还吃肉啊 还有太太啊 说什么他是什么大法师 大灌顶师 你连看都不要看他一眼 海报也不要看啊 你放在你家 家里都有鬼 这个世界 邪师充斥 悦莫法 为什么会有邪师 你不能怪他 怪我们自己动机不对 有所求嘛 就像各位以前去梦当机当机 那你有所求你只能找当机啊 但是当机也有对也有错的 如果当机要红包了你就不要去了 我比你还缺钱 这个当机说 我很正 不要半毛钱 还可以参考参考 因为人如果正 神也正 知道吧 人不正 神就歪 邪神 邪魔歪道 你不问还没事 问了他给你化张符啊 下回来来来 跟我睡觉 你身体就会好 给我钱你就会好 那你就坏了 因为我们华人有个好处就是 相信 相信有轮回 你只要很虔诚 不用问 真心的去做 祖先一定得到利益 只是有一点我必须告诉各位 今天你有胃痛 你不要一直用你自己的名字去做功德 你胃痛 你要还给他债 你最好这个冤亲战主给他取个名字 皈依叫慈悲 直接用慈悲的名字去做功德 还他债 这样比较快 这一点注意 就像各位有堕胎儿 有登记名字 吉一 吉二 吉三 吉兆 你要用吉一 吉二的名字 为他点灯 每天多点两盏灯 多点两支香 多念两遍心经 多念二十声阿弥陀佛 他不超度很困难 因为他知道 妈妈好爱我 妈妈关心我 不是妈妈 我跟你念一念 你赶快走啊 不是 不能有那个想法 妈妈希望你好好的修行成佛 妈妈爱护你 希望跟妈妈在一起 一起修行 你要用这个心态爱他 然后姻缘到了 阿弥陀佛就来接他就走了 但是你千万不要一个 我念了七部地藏经 他还不走 那小孩子会恨死你 你把经典当手段 要把我赶走啊 不能有这个想法 各位 你的妈妈现在往生了 你就是希望妈妈永远快乐 对不对 妈妈我天天帮你念 念到你成佛最好 但是妈妈说 对不起啦 你念到我现在 我已经变成天神了 对不起啦 我要升天了 因为天神不喜欢在人间 你念念念念念念到妈妈说 谢谢你啦 我已经看到阿弥陀佛 他天天用莲花来啊来啊 对不起啦 我先走了啊 我天天会这样给你 所以如果你的爸爸妈妈升天 你每天赚钱 家庭快乐 气色好 爸爸妈妈一定加持你 因为他爱你 没有一个爸爸妈妈 会爱儿女的 是因为他痛苦 没办法 求你帮助他 但是我们除了超度父母 还要超度念一下 无事孤魂 六道众生 同德解脱 什么叫无事 没人拜的啦 为什么我们要杀那么多 等一下杀到警察来 就成功了 为什么 马来西亚无事孤魂太多了 因为他不像我们佛教徒 佛教徒每天还知道 布施食物 布施食物 但是其他的宗教没办法 其他宗教不认为 死了还要供养食物 不认为 因为他认为 死了就升天啊 你要给他衣服干嘛 你要给他食物干嘛 那我们佛教徒 这个死了 如果再世没有做善事 死了怎么会升天呢 再世没有布施食物 死了没有东西吃啊 这是势必 所以 各位这样了解了 所以再念一次 贪嗔吃慢嫉妒 转为智慧慈悲 身口意 修食善业 转为 佛提心的身口意 那做的叫波罗蜜 什么叫波罗蜜 念一下 自利利他 你做布施不是为了功德 布施的根本目的 是为了断除自己的贪心的烦恼 布施的目的 是为了帮助穷人需要的 那布施要达到这个 自利 断烦恼 利他 慈悲 这个叫波罗蜜 然后呢 这个功德呢 回向众生都成佛 自己 一定要 早一点成佛 有佛陀的智慧 所以所有的功德 对自己只有要求一个 断烦恼 成就佛陀智慧 这样 这叫成佛嘛 所以 但是功德都回向给众生 慈悸呢 慈悸就是要求自己 不管别人砍我杀我 都 我都不会报仇 我都不会害对方 所以希望大家 千万不要有设计别人 害别人的心态 做生意很难 做生意奸商 奸商 就要骗人 就要卖贵一点 所以你生意做得很好 代表你很奸诈 这样而已 除非你是那种有福报的 不用开口就有钱赚了 那另当别论 如果你是设计来的 设计来的 做得很辛苦啊 终于赚一点钱 那代表你就是奸诈来的 不然你又没有办法 所以 那个要 要开始转化自己 所以 慈悸就是我绝对不伤害任何人 绝对不伤害任何生命 而且呢 我还要引导别人持戒 而且 以持戒的功德 回降给对方 让别人学我持戒 再来 忍入度称慧 不要生气 所以自立立他就是说 透过不思消除贪心 透过持戒消除伤害众生的心态 透过忍入消除自己的称慧 而且你忍入了功德的福报 就可以不思给众生 向好庄严口才好啊 那别人就喜欢跟你在一起 一个爱生气的人 谁会跟他在一起呢 你就没办法同理大众 而且这三项 各位要 很努力做 来 精进度懈怠 各位要 24小时 连睡觉都还在修行 要精进 你不要 睡觉就 嘴巴打开 腿打开 哦 好像低呢 睡得像低沟啊 因为有人一睡觉就觉得这是我享受的时间 你要觉得睡觉好浪费时间 因为佛陀一天才睡一个钟头 我为什么要睡六个钟头呢 所以那你要 你不要认为说 没事就睡 没事就睡 那你这样就把你自己变成猪了 下辈子变成一个喜欢听佛号的猪了 因为鱼吃的果报 所以各位你要精进的去布施慈悸人路 不要浪费时间 现在啊 我欠各位 我们华人最喜欢赚钱赚钱 一个月上班三天就好了 够用就算了 其他四天拿来修行 拿来布施 好不好啊 如果你有福报 不要上班了 老爸有钱 让老爸修功德 你每天去做功德 布施回向给你老爸 那才是大功德 你千万不要 老爸的钱给我 我来开更大的公司 老爸贪不够 你继续贪 甚至不小心把老爸的钱 都给浪费掉了 所以各位啊 有个正确 如果你家已经很有钱了 不缺钱 你跟你儿女讲说 赶快赶快去修行 不用赚钱 你去修行 爸爸妈妈保证升天 那才是最会赚钱 你千万不要把儿女推入苦海 你好好去赚钱 做钱的奴隶 所以我们已经忙一辈子了 所有赚的钱都要给儿女了 你不要再把儿女推下苦海 精进就是不要去忙那些 不该忙的事情 现代人赚钱很精进 修行不精进 那就颠倒了 再来 禅定度散乱 所以各位要修禅定 禅定就是你要练习 打坐 超经典 不要打喝睡 数呼吸 呼吸 然后呢 念阿弥陀佛 念得很清楚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十念法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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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十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每一字都听得很清楚 你不要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又没什么 又空气 而且念佛 也不是为了自己禅定而修的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朵朵莲花 度众生 所以你不敢停 因为你一停了 众生又停止度了 知道吧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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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念到地义 恶鬼道都空了 所有动物都超度了 所以你不敢停 所以这个叫禅定 但是大乘佛教的禅定是什么 来 不离大悲心 永恒安住在慈悲心 念佛 永恒安住在菩提心 念佛 所以你连睡觉都在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并不是佛号 而是慈悲心 菩提心 慈悲心 菩提心 这个才是佛号的意义 各位不要执着 佛像 佛名字 诸佛同体 哪一个体 利他慈悲的菩提心 空性为体 你要抓到佛教的精髓 你把地藏经背起来了 不知道地藏文菩萨在想什么 不是可怜吗 所以很多人很会念佛 甚至有时候我去很多地方演讲 海道法师 多念佛 不要 我不知道讲什么 我天天在念佛 是你没有在念佛 因为你把阿弥陀佛的佛号 执着了 去排斥其他的佛法 那不是很可惜吗 佛陀的精髓是什么要抓到 所以这是第六个 来 般若度于吃 般若就是了解万法真实相 佛的本体是什么 佛的本体就是空性 大悲心 菩提心 诸佛同体 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你要去了解 所以在世间你不会被这些生老病死 这些只是一个演一场戏而已 来来去去演一场戏而已 夜报的本体也是空性 但是各位你要有这个分析 所以你要冷静 如果你不禅定没办法分析 花是怎么组成的 爱情的结果是如何 为什么它会爱你 爱你是一种欲望 因为你会生小孩嘛 屁股那么大 很多男人说 你为什么要娶她 如果她不生 我才不要她 哇 那不是很恐怖吗 干嘛做女人 干嘛专门替男人生小孩的 我又不是猪 还规定 生男生 生三个女的还不够 再生 那你的心甘情愿啊 为了抓住我的爱情 后来生得好苦啊 那你去分析它 那是爱是什么东西呢 你为什么爱我呢 如果我是一只猪 你会爱吗 如果我不性感 你会爱吗 如果家里没这么多钱 你会爱我吗 然后你去分析 这个不是真爱 这只是一种欲望的 执着的 浪漫的 依赖的爱 这个叫分析 所以你分析清楚了 那你哎呀 错了 就像我分析清楚了 我跟我过去的太太 跪下来磕头 我对不起你 我过去乱爱 我搞不清楚就爱上你 然后就跟你生小孩 我跟你磕头 哇 他赶快跑掉 你不要跟我磕头 你不要跟我磕头 他怕我跑去出家了 我说我已经了解 真爱是什么 真爱就是让你出家 那你不出家 跟我先出家 因为要让你解脱生死 不要在这个世间 这么痛苦再轮回生病 等着老 等着死 再多的钱也没用 所以像你 你如果懂佛法 你一定跟你儿子说 儿子啊 你赶快出家 你如果懂佛法 每天要叫你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希望我女儿离婚 回来找我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赶快哭海无边 脱离痛苦 因为爱情无了时 这个最后一定是苦的 对不对 爱得越深 痛苦越多 所以各位 你有般若的智慧 你就不会执着在爱跟恨 这些都是一个 一个夜报的假象 暂时存在的 善有善报恶有 都是因缘所生法 有它的原因条件 所以那各位要去分析 分析以后不执着 不执着以后要生起一个 那我如何善巧方便 要追求佛的智慧 那你要有方法 你要有发愿 你要有力量 你才可以得到佛的智慧 但是你首先要有无分别的 空性的智慧 你如果有分别 那你就没办法度众生 有钱了就念大声一点 没钱了念小声一点 漂亮了我就给他塞可乐 不漂亮了你自己倒水给我喝 女孩子就是这样 这个男人我喜欢 洗裤子给他洗掉天亮也快乐 这个男人我不喜欢 你也好啊你自己睡 这个就是分别心 这个分别心你自己会很痛苦 这是我儿子 那不是我儿子 我儿子我爱得要死 别人儿子抱错了不气死了 所以这个就是分别心 那各位你要去分析自己啊 你分析自己 你才会了解自己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了解佛法 怎么办